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女人身体这几个地方,一旦被温柔抚摸,就会动情 女人的身体就像是宝藏,让人有无限的欲望,想要去探访 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被男人抚摸的感觉,尤其是那种非常温柔的,这种感觉简直让人痴迷 与女人,这是感情调节剂,也是很直接的一种调情方式 尤其是女人身体的这几个地方,如果被你温柔抚摸的话,就会很容易对你动情 只是在这个快节奏社会上,这几个地方经常会被人忽略掉 1.肩膀 在女性的肩膀上轻轻亲吻,用舌尖若有肆无地从脖子一侧滑到肩膀 然后整个背,夹杂着吸取轻调,温柔与狂野之间的拿捏 用小胡叉轻轻扎着妹子肩膀,一点一点往背后划去 会让女性全身松麻起来 2.耳朵 这个部位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全身的敏感高发地带 在耳朵旁轻轻呼气,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瞬间掰倒在你的牛仔裤下 无论是轻轻地摸耳朵,还是趴在耳朵旁边喻喃 这种感觉带着一丝挑逗,还有一丝暧昧,让人心痒痒 3.锁骨 锁骨是女性最敏感的地方之一 知己语言学家发现,女性与男性交往时 不经意间碰住一下自己的锁骨钩,有一种最人心选的妩媚 锁骨附近因为靠近近一步 敏感神经颜色到这里,相对于其他区域也交敏感 在相处过程中,使不使用自己的垂唇 碰触女性锁骨,会让它们产生主念的感觉 同时又不会显得过于下流 是亲密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敏感地带 4.摇紧 女人的腰通常是最敏感的地方 并且,女人的腰通常也不会随意被男人触碰 因为,男人一旦触碰 就会让他整个人有一种电流穿过的感觉 女人的腰也是女人最容易短暂窒息的热点 女人动情与否,也在于你是否懂得如何去取悦她 不要让你在女人面前少了这几个温情的一幕 这样的几个地方你一定要知道 不能成为你们之间太傻的男人 最后,小腹 亲爱的汉子们,不要忘了用指甲 爱富小腹,要一点一点的,不要着急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加定运 我们下期再见